有这样的科技是好的一件事情 辽宁建在香港开放参观 台湾人登舰受访成为话题 现在却被爆料 这位正媒王敏是新竹长风公司的千金 还是连店副董事长薛明志的前媳妇 她暗穿了一身大红的姐姐王轩 在开放参观的第一天登舰 两人还拿着手机和背后的殲15战机自拍 而46岁的姐姐王轩早在七年前 就因为狗咬狗事件 杠上科技董娘登上媒体版面 从四九八三现在一个道具都没有 当时王轩还找来八名比基尼辣妹 举牌抗议 要抗议竹科管理局处置不公 因为辣妹太吸睛 还有竹科男因此发生车祸 之后她官司打赢太开心 甚至还跳上了白马游街 为什么送一匹马 因为我发觉局长大人 是蛮爱拍马屁的 没有想到她后来因为被人控告 伪造文书干脆避拘香港 但生活还是过得多采多姿 脸书上都是王轩出入高级会所 搭直升机出游的照片 还跟不少名人像是前香港特首梁振英 歌手黑眼痘痘开心合照 阴暗遭到同气的她早就远离台湾 在香港继续过着贵妇生活 台湾官司的纷纷扰扰 对她来说似乎一点都不受影响 这次登上辽宁舰 让昔日媒体上的竹科名媛 再次成为焦点 记者刘一志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